我特别希望会来有一天 在电影节的论坛上 不管是哪个电影节论坛 我们开始开两个论坛 一边叫男性电影师 一个论坛 一边叫女性电影论坛 对我就觉得我特别想听听 就是男性电影论坛该怎么打 所以确实是在这个行业内 女性电影人和创作者相对还是少数 也没有去强调女性的思路 女性的视角 因为本身我就是女的 就是她可能天生的那个创作的视角 或者观察的内容 可能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性别的 一个现在的一个事实 反正好像我心里是有某些禁区 就是不太敢作为创作者敢去碰的 就设计这种比如说孩子丢掉 失去然后死亡 这种题材就是我 我永远永远可能没有勇气去接触和触碰的 所以就连好莱坞这些年你都看不到阿甘 看不到对吧就是那样的一些电影都已经很少了 就是94年我印象是对是美国电影一个非常好的一年 就是它有好多很厉害的电影出来 但是之后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就是别挺紧张的 所以从这次疫情来说 我就觉得也可能是对电影行业来说 也可能是突然的一次变化 就是因为我最近有时候刷剧啊 或者说在网上刷片子 就能看到新的一些小小的 但是去探讨人物 探讨人物命运 探讨人跟社会关系的一些小切口 一些中低成本的片子 拍的很好的一些片子出来了 就是这些电影我觉得 如果在一个那样的一个大制作 大资本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条件下 是很难出来的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反而 反而开始有一些创作者 开始重新有机会来做这样的电影 而这些电影也因为市场上不全是那些电影 而更多的机会跟观众去见面